全新上万学生在伊朗政府发动下 走上首都德黑兰街头游行 并在昔日的美国大使馆外面 焚烧美国国旗 川普的图像与纳粹标志放在一起 这场游行就在美国对伊朗第二阶段制裁 即将生效前夕 除了反对制裁之外 同时也纪念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 人民占领美国大使馆事件周年 当时52名美国人被挟持长达444天 从此两国成为世仇 第二波制裁五号生效 缘由是重点 预料将对伊朗经济造成进一步冲击 预计有八个国家会被允许 继续向伊朗购买石油 很可能包括台湾 外界高度关注 根据CNN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已经证实 欧盟被排除在外 欧盟除了发表声明反对 也考虑透过法人仲介交易 规避新政策 预计美国这波制裁 将造成国际油价波动 可能也将冲击全球股市 大约新闻的一方编译 再次击一步冲击